进行生物实验的化工厂爆炸后,放荡不介意的老百姓会经历什么? 这个蹲在自家门口抱着破损门牌哭泣的男人会告诉你全部答案。 遍布城市的黄色毒气,随处可见的痴人行尸,甚至就连他的家都化作了一滩废墟。 而他除了哭泣以外,什么事情都做不了。 学校这边,自从弟弟自己坐飞机离开后,艾比就被大家伙孤立了,他已经失去利用价值,没有人再愿意搭理他。 赞恩见他可怜,就走过去安慰了他一下,没想到艾比霸王硬上弓,亲了赞恩一口,这一幕好巧不巧偏偏还被金发妹看见了。 金发妹只看见了赞恩和艾比亲亲,却没有看见赞恩推开艾比的画面,他转身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黑妹,黑妹听后气得果然男人都不是好东西。 格罗福骗了他,赞恩又接二连三的出轨,黑妹不禁开始怀疑自己就是传说中的西渣男体质。 另一边,神秘男和他的四个队友来到集装箱里收集食物,其中爆炸头和神秘男一样都曾被生化工厂抓去做过实验,他们都是二级感染者,不像一级感染者一样会变成形狮,还能在毒气中自由呼吸。 但二级变异同样不完美,比如爆炸头就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,那就是行尸靠近他时,他就会不断的抽搐,怕什么来什么,这不行尸刚靠近集装箱,爆炸头就倒地抽搐了,随后一只最为灵活的丧尸便飞身扑了过来。 可惜他的战斗力完全对不起如此帅气的起飞姿势,还没落地就被神秘男拎主摔在地上,紧接着又被一刀穿猴彻底领了盒饭。 不过这还只是刚开始,又有几只行尸冲了进来,大伙只好拿起武器各自为战,一阵混乱的战斗后,神秘男和老金合伙击退了他们,但自己这边也有个龙套队友不幸被咬伤了,跟学生团那边磨磨叽叽的风格不同,老金这边不等龙套队友说句遗言,就手起刀落亲手干掉了他。 随后,神秘男一行人又走进一家餐厅收刮食物,少女不想喝酒,老金却逼着他喝,强势霸道不及时, 近人情的老金早已引起了大家的厌恶,要不是看在他身手敏捷的份上,他们才不会让他加入呢。 抱架头和少女趁老金和神秘男不在,躲在厨房里轻轻,没错,如你们所见,他们是一对拉拉。 在餐厅里一顿造后,神秘男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就是教学楼了。 与此同时,葛罗福和IT男一路来到出城口,却发现出城口早就被堵了,不用问,一定是生化工厂那群人干的。 事已至此,他们只好掉头走消防通道,途中恰好路过葛罗福家,葛罗福就想着下车看看。 这一看,葛罗福便不由地悲从中来,他们家的门牌上早已布满了灰尘,整个家被烧得面目全非,再也找不到一丝温暖的记忆。 收拾好心情后,他们又来到了IT男家,相比于葛罗福家,IT男家就好多了,他们家并没有遭到破坏,就是家里稍稍有点乱,他的家人也全部不见了踪迹。 就在这时,屋子里忽然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,难道有行尸在那里? IT男举起拐杖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间门,看清楚情况后这才松了一口气,原来是IT男弟弟的玩具在想。 紧接着,IT男从保险箱里拿出了一份文件给葛罗福看,葛罗福看完后整个人都惊呆了,文件里清楚地记载了生化工厂,用活人做誓言的事,不停地猎杀幸存者,就是为了防止这件事被曝光出去。 而这个名为周三项目的实验的执行者正是葛罗福的父亲。 葛罗福不敢相信自己的父亲会做那么残忍的实验,但血淋淋的真相就摆在他面前,他不得不承认,葛罗福就和IT男继续逃亡。 他们看见不远处有一处屋子亮着,还以为这里有幸存者赶紧走了进去。 没想到走进卧室才发现,这里竟有一只拴在床上的行尸。 就在这时,一个女人举着电机棒冲了出来,大声威胁两人不许动他弟弟,否则就让他们品尝一下皮卡丘的十万福特。 这时,IT男终于认出女人,正是自己的老相识爱丽丝。 朋友相见自然不能再拿着棍棒讲话,爱丽丝放下了电机棒,给大家介绍起自己的经历。 他告诉二人,弟弟汤姆几天前出门上学,回来后就变异了,见人就咬。 爱丽丝不忍心杀死他,便将他用链子拴了起来,而且他始终觉得,只要等到疫苗研发出来,汤姆就有救了。 而他的父母出去寻找生路后就没回来过,他仅遵父母的吩咐, 一直开着电视机时刻收听新闻,结果却什么救援消息都没看到。 爱丽丹劝爱丽丝和他们一起走,汤姆已经变异了,继续守着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啊。 但福蒂姆爱丽丝却怎么也不愿意放弃汤姆,他开始给汤姆煎肉吃, 但汤姆对熟肉一点兴趣都没有,他已经好几天没进食了。 过了一会儿,爱丽丝拜托格罗福进去看一下汤姆有没有吃东西。 此时,电视里忽然传来新闻播报,大概内容就是, 城里已经待不下去了,各个路口都被封死了, 请幸存者全部到检查站集合,政府人员在那里等他们。 而爱丽丹则注意到了桌子上看到了狗像圈, 他忽然意识到爱丽丝的父母根本没有带狗出去, 狗说不定就是被汤姆给吃掉的。 这时,房间里传来格罗福的求救声, 爱丽丹立马就冲了进去,帮助格罗福抵挡住了汤姆, 幸好他来得及时,格罗福总算没有被汤姆咬伤。 原来爱丽丝一直在打格罗福和埃提南的主意, 打他们走进来开始,他就没想过让他们出去。 事已至此,爱丽丝索性撕破裂, 在埃提南用链子拴汤姆的时候, 猛地拿起电击棒准备被刺老朋友。 不曾想,埃提南一松手,汤姆竟然朝他扑了过来。 这下伏地摩爱丽丝总算得偿所愿, 和弟弟永永远远不再分开了。 遇到了人类同类的埋伏, 爱丽丹和格罗福再也不敢多坐停留了, 赶紧上车继续跑路。 事先回到学校这边, 神秘男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小学楼, 在走廊上遇到了小兰。 小兰见到一群陌生人拔腿就跑, 老金残忍地用飞镖刺伤了他的腿, 小兰忍痛拔出飞镖继续跑, 迪塞尔听到动静后前来坚硬他, 他们退无可退只能躲进避难所里。 天无绝人之路, 迪塞尔意外发现避难所的柜子后面有一面墙, 砸开那面墙, 他们说不定就可以逃出去了。 与此同时, 黑妹还一无所知地在走廊上游荡呢, 他捡到了小兰掉落的手机, 当下便警惕地躲进了身后的教室里, 他刚躲进去, 神秘男几人就走了过来, 神秘男提议让大伙不要大意挨个搜查房间, 凡事遇到活人杀无赦。 随后, 黑妹便找到了艾比, 他把自己所知的情况全部告诉了他, 并恳求他和自己一起去救迪塞尔他们。 艾比显然是不愿意去的, 他们和自己无亲无故去救他们干嘛, 有这功夫还不如抓紧时间逃命。 艾比离开后, 黑妹就在大厅里遇到了爆炸头, 爆炸头火速朝他跑过来, 黑妹熟悉地形暂时甩开了他, 躲进了厕所里, 爆炸头随即追了上岸, 挨个检查卫生间, 就在他快要打开黑妹那扇门时, 走廊那边忽然传出了动静, 爆炸头就离开了。 走廊那边的动静, 其实是艾比故意制造出来的, 这次他救了黑妹一命, 之所以没有离开, 是因为他意识到, 单凭一己之力, 是无法在末日里生存的, 他需要同伴, 艾比打算和黑妹一起去拯救迪塞尔他们。 另一边, 迪塞尔和赞恩合力砸开了避难所后面的墙, 看见了藏在里面的安全门, 安全门背后藏着什么, 等待他们的究竟是危机, 还是通往自由的道路, 格罗夫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新的挑战, 敬请期待下一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